据美国官员表示,三个月以来,拜登政府高级官员与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了六次紧急会议,美方在会上拿出了俄罗斯在乌克兰附近集结军队的情报,并恳请中方告诉俄罗斯不要入侵。 美方官员得到情报,先是北京与莫斯科分享了这些信息,并告知俄罗斯人。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·布林肯表示,他已获得授权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3.5亿美元的新军事援助。 另一方面,五角大楼的声明中称,俄罗斯未入侵部署了15万多名士兵,其中一半以上已经进入了乌克兰。 据报道,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架战机进入台湾宣布的防空识别区。 台湾国防部官方推特账号发表声明称,这些飞机受到无线电警告,并启动军用巡逻机和防空导弹系统。 由于俄罗斯新实施的金融制裁,俄罗斯多家银行的客户不能再使用谷歌Pay和ApplePay的银行卡。 联署的母公司25日晚间宣布,俄罗斯国家媒体机构将不再被允许在旗下任何平台投放广告,或通过任何发布内容盈利。 YouTube当地时间周六宣布将阻止特定俄罗斯频道借由影片获利,包括国营媒体进入俄罗斯。 另一方面,在俄罗斯穆斯克在内的许多城市都无法访问推特。 美国一艘军舰穿越台湾海峡并打开了传播自动辨别系统信号,被解读为可以传达挺台立场。 解放军则指责美军此举挑衅,声称坚决捍卫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。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石一说,美国实施此挑衅行径,起诉通过做一些姿态给台独势力撑腰打气,这既是虚伪的,也是徒劳的。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言人林格在新闻稿中说,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拉尔夫·约翰逊号昨天是在国际水域进行的例行过境。 据称,芬兰加入北约所需的五万个签名已经收集完毕,北约成员国法案将提交议会。 芬兰总理桑纳马林宣布,芬兰关于加入北约的辩论在乌克兰战争开始后发生了变化。 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,欧洲的天然气价格在2月的最后几天上涨了50%以上。 在这个过程中,中国正在增加对冬多决散液化天然气的生产和销售。 根据中国2022年的目标,今年冬多决散原油产量预计达到3000万吨,天然气产量预计达到约400亿立方米。 完成了9 volte。 从不一样? 下灭stone。 我如果有可能给冰多决散正真的被冰这么多决定,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